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蓝 张大力 出力 是 队长 我要求换个对手 什么理由 我不打女人队长 马蓝 助力 你跟我打 你不也是女人吗 如果你能打赢我的话 我给你三天假期 你要是输了的话 我罚你扫一个月的厕所 包括 女厕所 那我就不客气了 对啊 你把手收拾住了 把手收拾住了 你把手收拾住了 然后把手收拾住了 你把手的厕所拾住了 传送了 我把手收拾住了 我把手收拾住了 你要干净 添加 走 我输了 我输了 记住 在你们的面前 只有敌人 没有男女的分别 如果你轻视你的对手 那么 受伤牺牲的 就是你们自己 听明白吗 明白 林教官 有紧急命令 你们自己加练一会 走 欢迎光临 小子姐 请坐吧 好 行动 是是 گ Ma 巳裳 不行了 there事儿被死了 快 接着命令 幸亏小泽军的安排 我才得以安全 乔本军 依这位皇军效力 保护你的安全 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不明白的是 他们为什么要刺杀我 或许你做的生意 挡了他们的财路吧 我有事先告辞了 陈先生 陈先生 先生 你别动了 你不要动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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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住 你是干什么的 我就是一老百姓 过来买花的 好 给我抓起来 走 走 走 组长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突然撤退 周边有埋伏 这是个拳道 敌人怎么会得到 我们要绑架乔本一郎的情报 这件事情 或许从头到尾 就是个阴谋 进来 大佐 正如您所料 敌人试图绑架乔本军 被我们设下的埋伏 一网打尽 敌人 来了 对手 一共是五个 敌人这次的作战 非常的顽强 我们没有捉到火口 看来敌人 并不是无能之辈 能够知道 曾经或渠道着手 领战的时候 还吸引了我们 设想的陷阱 那么 严经理那边的计划 是否继续进行 这个当然了 这就是我们给敌人 一次小小的惩罚意 我要给予他们 拯救的打击 我马上去执行 嗯 嗯 来先撤 快点 快快快 快快快 快点 快快快 都急死回来 大少爷 李处长 布好了 二少爷被先编队给带走了 可又怎么了 这次跟二少爷没关系 是有人在延安路要绑架桥本